上一集我們來到西雅圖的丹灘 又吃又玩 這次我們會搭到海倫深入養殖蠔的基地 看看蠔的嬰兒是怎樣出生的 我們過對面海的目的就是我們要看育苗場 那些嬰兒怎樣出生呢 這就是第一個養蠔的過程 我們看看 這裡就是來到我們今天要參加的地方 就是中文叫做培育場 就是所有的卵和蠔在這裡培植出來 看到我這個就是培育的爸爸媽媽 就是要在江上適合的水溫有空氣 讓牠們成熟 就是讓牠們成熟 再就是差不多的時候就是剃開牠們 就是看一下分開牠們是男生還是女生 把牠們的精子和卵子拌在一起 所以那些嬰兒就可以因為這樣就可以出生了 你看到這些這麼大的桶 那些嬰兒就會放在這裡撥植 你看到這些膚水 其實不是UJ的東西 那些是嬰兒來的 所以在一桶裡面就有幾百萬隻嬰兒 就是在這裡這樣培養的 你看到這裡是有些篩的 其實就是量度一下 如果嬰兒夠大的話 就放在另外一邊培植 不夠大就會篩回去繼續養 這裡在一個細缸裡大大一下 夠大小的話 就會放在這個大缸裡面 繼續養蠔嬰兒 這裡的環境明顯來說就是暖很多 而且裡面的嬰兒大概的數量有四千萬 那麼多 現在你看到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其實這些就是海藻來的 因為蠔嬰兒也要吃蜜蜜 這些就是他們的蜜蜜 當然養蜜蜜 裡面就有一個LAP 就是陪著一些營養 再去餵這些海藻 然後就是有一些營養 就會輸送到剛才我們那些很大的光度 就餵蠔嬰兒 剛才你看到我就是拍了一些粉 那些粉其實如果是被嬰兒游去的話 它就會慢慢生長 然後其實就是蠔的殼 那些殼就開始長大 就成了型 蠔的初型就看到了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養蜜的程度 就是放在天然海裡放養 當然到了健康 某個尺寸的時候 就是放在我們的口裡